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今天 就是跟錢志健 Edward再在英國見面 跟我們 再 暢談香港的問題 今天會研究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 香港人 又或者很多不同的政治光譜的人 有沒有 形成一個大聯盟 定好一個目標 一起去執行一件事呢 今天就是一個開放性的討論 我們也覺得現在可能可以定一個目標 會比較共通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本身對於抗爭的理解 根本就不一樣 到底對於 一起爭取香港獨立 甚至乎香港建國 只是這件事已經有很大的分歧 在裡面 當然你問我 我當然不明白為什麼 埃德那幾句口號可以 港獨不是一個必然的要求 但是也不要緊了 總之先討論那個問題就是怎樣可以 團結大多數 那麼 錢志健就提出 現在可能 唯一一個比較 大家會共通的議題就是怎樣拯救在囚的人 尤其是 參與民主派初選 以及因為做傳媒 而被拘捕的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所以我們今天就將會有兩節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想在這節說一點 因為 剛才是三個人一起討論 故意給嘉賓他們多說一點 不過我們放在後半段 我們現在說了兩條痛哭的 最少兩個痛哭的人物 哪兩個呢 一個就叫譚耀宗 一個就叫做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這個也算是人渣局長 坦白說 誰人渣一點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實應該 楊潤雄人渣一點 作為教育局局長 譚耀宗 不是不壞人 但問題是他在做那個位置叫做全國人大常委 都說明是共產黨來的 基本上是人大常委 做一些共匪會做的事 也不是很出奇 但是 楊潤雄是香港的官 還要做教育局 所以你說多可悲 這兩個人的共通 的地方 他們也有子女 在澳洲 甚至乎譚耀宗 兩個兒子也是擁有澳洲的國籍 為什麼他們要痛哭呢 因為 澳洲 通過了最新的 法例 能夠對付那些 人權惡君 所以香港這群狗官 那個狗字我特意寫數字狗的 免得被YouTube不給賣廣告 這群人是時候要痛哭了 你們自己 就在 中國大陸 裡面 包括香港 你們就在做盡 對付普通人 打壓普通市民的事 你們自己口口聲聲就是愛國 但是 把自己的子女全部藏在外國的範圍 包括這個 跟中國大陸現在近乎是敵對的澳洲 這兩個人真是相當無恥 他們 只不過是其中兩個 但是因為這次關於澳洲的事 所以 我們就要拿去兩個來講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的廣播 繼續幫我們 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澳洲 澳洲的國會就在2日 即是昨天 通過了2021年 自治制裁修正 馬格尼茨基 及其他制裁法案 根據新的法例 澳洲政府 可以針對那些侵犯人權 的個人 又或者是實體 發出入境禁令 亦不止 還可以 凍結他們在澳洲的資產 法案亦可以制裁 從事惡意網絡活動 不過這兩個人就不是做惡意網絡活動 還有 貪腐 個人和實體 很明顯就是針對那些 專 侵犯人權的惡棍 以及狗官 他們 自己 在這裏做盡壞事 自己的財富就收藏在外國 自己的子女 就收藏在外國 如果根據 曼尼茨基審判 他們就可以有機會受到制裁 這個法例 在英國一早就已經有了 澳洲最近才通過 綜合外電報導 澳大利亞 澳洲外交部部長 佩恩 佩恩說 現在 澳洲加入 Magnisky Act 運動的時候 澳洲一直都沒有通過這個法案 澳洲 必須要確保澳洲這個國家 不會成為 人權惡棍 的犯罪天堂 他也說到這次的改革要確保澳洲能夠及時採取適當的行動 包括 在符合澳洲的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 跟他的 志同道合的夥伴 民主國家 一起 對同一班人 可能是同一時間 採取制裁的行動 美國一早也有 Magnisky sanctions 他當時通過2012年 這個法案 以俄羅斯的律師 Magnisky命名 這個 Magnisky本人在2009年 因為指控俄羅斯政府的官員 貪腐 導致他死在莫斯科 的拘留中心 所以 所有 違反人權 侵害人權的 惡棍 根據這個法例 會受到外國的制裁 所以這個法案也用 他的名字來命名 加拿大 歐洲 以及英國 也有相同的 專門對付 侵犯人權的人 現在很明顯 當時他們針對著俄羅斯政府 現在很明顯他們就知道 中共 做的事情 跟俄羅斯其實是一模一樣 現在把澳洲計算在內 全世界 有33個國家 有相類似的法律 Magnisky Act有甚麼特色呢 他們專門針對個人 不是針對整個國家政府 所以就能夠更加有效制裁那些 跟那個 推動侵犯人權 那些官員的個人有關 的制裁 令到那些 個人 就是會需要付出個人的代價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的制裁只是制裁全部警隊 制裁警隊 整個香港政府 對於個別 犯下嚴重暴行的人來說 其實的阻嚇性是相當有限 但是倒過來 如果你針對著他個人 誰被抓出來 犯案 就是制裁他 對於那個個人來說 威脅性就會更加大 所以現在 很明顯澳洲通過了 這兩條貿易 一個叫譚耀宗 還有一個叫楊潤雄 還有一個叫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他老婆就在澳洲 還有物業就在澳洲收租 這三條含家領 不要介意 是會說粗口的 其實這三條含家 那些暴行 其實說真的 也是那句 說幾句粗口算得上什麼呢 他們的說話 每一句 都比粗口 難聽100倍 香港人已經接受了 過了2019年 我們也知道有些 在外國的 網友可能對粗口很反感 所以這裏也想真的告訴他們 其實香港 廣東話的粗口 其實真的已經演變成為 香港其中一種特色的文化 所以 不要戴一個有色眼鏡 去看那個所謂粗言畏語 實際上 粗言畏語 說和不說不是分別一個人 到底他們的人格 高不高尚 有沒有良知的準則 我們反而看到很多 就是穿到 西裝骨骨 按貌道然的人 他們做的事情 比起 說粗口或者說粗言畏語的人 沒有人性 100倍 1000倍 甚至乎一萬倍的事情 他們都做盡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粗言畏語再不是去分 一個人的高低的一個準則 這個甚至乎已經成為了 其實是廣東話 香港話的一種文化的表徵 這裏就嘗試說服那些不喜歡聽粗口的朋友 就是用另一個角度 去體驗 到底這些 說話 在甚麼情況之下 說和甚麼原因 要說 聽開有喜歡聽的朋友當然沒問題 香港有一大堆就是所謂政界人物 我們簡單來說叫他們狗官 絕大部分就是把他們的東西收藏在澳洲 很多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絕大部分的香港的所謂 官員 其實他們根本一點也不愛國 由始至終這班人要在外國 讀書 外國回流回來 而他們通常首選的地方 不外乎 不是澳洲 就是英國 加拿大已經是次資 實際上 他們去澳洲 讀書 買樓的機會是相當之高 澳洲反而還要是第一 英國 相對的成本 較重 這班人 子女可能全部都推到澳洲 所以澳洲通過這個法案針對著這班惡棍 是非常之 值得鼓舞的一件事 好了 譚耀宗 真的只能夠耐心痛哭 出來 嚴厲批評 澳洲 搞這些事情就是跟著美國走 做法不合理 又說你外國沒有權個別就是別國的事情 這怎麼會是別國的事情呢 你 收藏的子女和資產在澳洲裏面就是澳洲本土的事情 澳洲的事情 什麼時候輪到你去 批評呢 現在又 所以這班人真的很好笑 那你就不要把資產放在澳洲 那你就把你的子女放在澳洲 是不是 這班人 真的是披著人皮的惡魔 這裏也要講講 關於團結海外香港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剛才的討論 已經說了一部份 要去 所謂 統一又或者是團結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大家的政治訴求未必一樣 策略也未必一樣 那麼你追求的東西也未必一樣 甚至乎就算大家都支持香港獨立 甚至乎大家都支持香港建國 怎樣建國 怎樣獨立化 向哪個國家爭取的支持 策略是怎樣的 先後次序是怎樣的 全部 是很難 很難有一個共識 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人 大家都是人 始終不是可以100% 一定是100%無私才去做這件事 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人 一定會基於 不同的 自身的崗位 自身的立場 對於那個 時間 順序 整個 agenda 一定會有不同意見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要把所有 反對的力量統合了 才去做一件事 坦白說 其實這樣的想法 本身 就是圓目求愈 末講話 你不能夠統一所有人的想法 甚至乎 想統一一個陣線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如果要等到統一了 才去做 甚至乎 你要再取得人民授權 坦白說 這是一定不可能的事 這件事 過多一千年也做不到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認真 去研究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只能夠告訴你 實際上 這件事 只能夠是一個目標 不能夠是一個 大前提 用英文講可能會容易理解 它不可以是一個condition 但是它可以是一個目標 如果你要這個成為前設條件 才去想 光復香港 香港建國 或者香港獨立的話 這件事 其實是一定一定做不到的 亦都是反之 假如不是那麼闊 的話題 而是某一個 獨特的議題 很簡單 例如冬季奧運會 是一個可以很容易統合的議題 又或是前志健提出的關於 那些在囚人士 可能你甚至乎 不要那麼闊了 再將他縮窄到某個名單 又或者 選擇 10個8個出來 要求釋放的人 這樣就可能會在一個行動上能夠達到一致 這樣 Peace by Peace 成功機會去統一 機會大了很多 關於這個話題 我們往後也會繼續在不同的情況 繼續跟大家再詳細論述 我們今節講談耀宗 講楊潤雄 還有講澳洲法案 暫時講到這裏 我們下節再講 拜拜 而且請問二前排 resh べ 乾杯 適合 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